超越藍綠最強戰力 民眾黨不分區立委 當選人全數到齊 大正讓開首場選後記者會 因為這次拿下八席次 讓民眾黨一舉成為 國會關鍵少數 改革比位置重要 這個是昨天 柯主席召集我們八位 不分區的立委 我們大家共同開會 所獲製一致的結論 先清楚的交代 你國會改革的藍圖 二雲號新國會報道 當天就要選出立院龍頭 民眾黨不松口挺藍或挺綠 拋出四大國會改革 要求有意角逐立院龍頭者 必須作答 希望要角逐立法院院長的人 提出四個 四個非常具體的承諾 從現在到五月底以前 完成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的修法 建立國會聽證調查制度 四大主張包含在第一會期內 建立國會聽證調查 仍是同一群審查 以及立委立議迴避規範 同時還要求定期公佈 經費使用 今天我們只是先出考題 就看他要不要回答這個考卷 那等到他們都提出了他們的答案之後 我們會再討論下一步 民眾黨雙簧提出考題要藍綠交卷 而知情人士也透露民眾黨不排除 自提立月正負龍頭人選 民眾黨對外也有說 願意支持韓國瑜 那我覺得政黨基本上都還是要有誠心 這就是我們最大的誠意 從原來的藍白可能共推韓國瑜 變成了看四個條件如何滿足 來決定人選 民進黨願意以開放政府的態度 來跟各方合作 黃先生依舊沒鬆口是否自提人選 面對國會刑局三黨不過半 民眾黨儘管只有八協議 卻是左右議案的關鍵力量 三選國史文猴翔 也是小